人类目前已经经历过五次生物大灭绝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对环境也造成了不可遏制的伤害 人们不仅在思考 地球下一次生物大灭绝会是什么时候 让我们来看看前五次大规模灭绝 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发生在 奥陶基末期 即4.4亿年前 导致约80%的物种灭绝 第二次大规模灭绝 发生在奥陶基末期 即3.65亿年前 导致海洋生物灭绝 第三次大规模灭绝 发生在二叠基末期 即2.5亿年前 导致地球上95%以上的生物灭绝 第四次大规模灭绝 发生在2亿年前的 晚三叠基末期 爬行动物遭到严重破坏 第五次大规模灭绝 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 白厄级晚期 自出罗际以来 统治地球很长时间的恐龙 突然灭绝了 这五次大规模灭绝 主要是由地质灾害 和气候变化造成的 然而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 特别是工业革命后 由于人类只关注 生物资源的使用价值 并肆意开发 却忽视了生物多样性的 间接和谴责价值 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被人类无形地吞噬 人类的干扰 使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 增加了100到1000倍 自1600年以来 724种记录灾案的 高等动物和植物 已经灭绝 但大多数在人类知道之前 就已经灭绝了 粗略计算 400年来 生物的生存环境灭绩 减少90% 物种减少了一半 其中毁灵 对物种损害的影响 更为突出 在过去400年里 世界上有58种哺乳动物 已经灭绝 大约每今年一种 世界上有23种哺乳动物 大约每4年一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人类过度开发资源 森林和淡水资源 急剧减少 野生动物被杀死 现在 物种灭绝的速度 比新物种快得多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物种灭绝的速度 是自然灭绝速度的100倍 地球正进入第六个灭绝时期 人口过剩 和持续的人口增长 以及过度消费 物种的灭绝 将导致生态系统的 激连效应 打破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的平衡 产生严重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后果 影响人类的未来命 甚至人类的生存 我们将为 宇宙中唯一已知的 生命系统付出惨重的代价 地球的移居环境 最初是由生命本身塑造的 它难道被生命本身终结吗